其实如果这个时间允许的话 少开车多走点路 不但可以省停车费 而且还能够节能减碳 为了朝向全国第一座低碳城市迈进 台北线打算在9月中旬 要举行一场低碳博览会 甚至是还要请台电董事长 举行低碳城市的专题演讲 讲低碳 台湾供电最重要的台电公司该怎么做 台北线低碳博览会软身演讲 董事长陈桂敏要向大家说分明 不仅用说的 在9月16号登场的低碳博览会 还打算让民众亲身体验 台电的能源科技馆 里头的低碳科技体验区 就有各种的电动公车 电动机车 太阳能车等低碳新能源的绿色载具 要让民众眼见为平 原来低碳生活还有商机无限 台北县政府希望透过低碳博览会 让民众抢先感受未来的新生活 9月16号开始为期一个月 等待民众一起来 中天新闻 好是美国建信 台报道